腾讯体育9月16日去昨天,英超联赛第五轮正式打响,勇士超级巨星库里来到玻璃球场,观看了热刺主场迎战利物府的比赛,利物府和热刺都将一件30号球机送给库里。 巴特勒将会免息博度和总经理,对于未来进行上套库里现身英超赛场,利物府和热刺都是英超的顶级强队,开战之前,利物府是四战全胜,高居英超级分榜第一,而热刺则是三胜一负,作为本轮英超的重量级对决,这场比赛吸引了不少眼球。 库里也来到现场观看了这场比赛,比赛之前,库里来到了温布利球场,库里手中拿着一件利物府小将阿诺德的66号球衣,阿诺德择手取库里的30号球衣,两人相识一笑,摄像局很好地定格了这一镜头,随后,在比赛即将开始之际, 库里再次来到场边,原来,热刺方面也将一件30号战袍送给库里。 库里和热刺的一名代表,一同拿着支箭球衣,在场边赫银流念,最终,凭借威纳尔杜姆和菲尔米诺的进球,利物府以2比1击败热刺,台赛至今,红军已经收获5连胜,目前他们高居积分榜第二,仅次于领头羊切尔系,风清羊。